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是AWS CDK课程的第25期 本期的主题,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在每个公有子网建立EC2 咱们上期建立了EC2的信任角色 那么今天咱们就在每一个公有子网当中 使用CDK编码技术来自动生成EC2实力 让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使用AWS的CDK 在每个公有子网建立EC2实力 闲言少叙,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按照惯例,咱们还是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今天咱们要完成的工作 今天咱们要生成两个EC2实力 分别在咱们的公有子网以及不同的AC zone当中 其他的资源咱们已经通过编码 自动生成完毕 今天咱们就在现在生成的堆栈之上 再加上两个新的EC2实力 该怎么做呢 首先咱们继续编辑堆栈文件 在每个公有子网当中建立EC2 如何的在每个公有子网中建立呢 对,咱们需要循环一下公有子网的数组 然后分别建立EC2 接下来咱们部署确认 那么在下面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就给您演示一下如何循环公有子网 快速建立EC2哦